Hello 大家好 今集我又來跟大家開箱深圳酒店 嘩 這次不得之了 我們合住了一個超神奇新開的智能酒店 簡直是三星級的價錢 五星級的服務 超級划算 讓我由旅遊博客 和你全面評測 到底這間智能酒店有多棒 事然我們都是誤打誤撞上網 找到這間酒店 馬上去確認 馬上預約來試一試 首先我們會去諾馬州 去這間軍庭設計酒店 在前海那邊 我們在福田口岸出發 如果去這間酒店 乘坐的士就30分鐘 如果在地鐵的話就1小時 不過價錢也相差10倍 因為的士應該要4-50元 所以我們選擇乘坐地鐵 乘坐1小時慢慢搖過去 因為那時候在大陸吃得太飽了 那就不相差 但是最後才發現原來有車直到的 然後是超樓 我最後才看到 是超快去到的 而且是超貼心 然後讓我們搭代在地鐵 那就無聊了 就看到原來地鐵的出口也挺有趣的 它是有顯示 就代表你哪一個有扶手梯 以及哪一個要集出口 你位於哪個位置 真的忍不住要站一站大陸 真的很先進 很快 我們走到B出口 就走5分鐘 就到我們的軍廷酒店 你看到門口其實也有很大的標誌 以及標誌 其實很方便 很容易找 但因為我們中午飯吃得太飽了 所以就4點才到酒店 原先我們預約酒店 其實是包一頓下午茶 我們因為4點才到 已經遇到了時間線 我們也沒有再要求職員再送給我們 因為我們也承諾 因為太飽了 而且平時可以12點入住 不同其他酒店 3、4點才可以確認 所以超好 12點入住 超方便 不過也不關我們事 因為我們4點多才到酒店 很快 我們來到門口 噢噢噢噢噢噢 即將揭曉 到底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原來裡面也挺華麗 而且一進門口 就已經看到有很多儀式品 還有一些藝術品在門口 而且裝修設計真的很漂亮 你完全覺得好像進了一個美術館 左邊還有一排很多藝術牛牛在等著我們 而且每隻藝術牛牛 下面都會有些標誌 告訴你是什麼 然後進入我們還可以免費有薑茶 還有有水果茶 可以免費喝喝 嘩真的忍不住 看著這個雕像 嘩驚為天人 嘩驚為觀止 它完全有在哪裡出處 還有這個作品是關於什麼 然後上面有很多這些 遮蔽在上面 放下去很漂亮 真的很華麗的感覺 嘩哈 嘩 嘩嘩 服务员带我们乘搭电梯的时候 被我们发现了 它竟然有列明了早餐饭晚时间 超级贴心 接着服务员还要立即帮我们按电梯 超好人 你可以看到左边列明了 到底有什么不同的餐厅和娱乐场所 就在这座大厦里面 我们终于去到我们的房间了 13楼就是我们最高层 想不到那么happy 我们可以住到最高层 立即和大家来一个快的Room Tour 开箱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房间 一张豪华的商人床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窗簾 就是帮我们开了一张透明窗簾 接着我们就打开这个櫃 到底是什么东东呢 十分有趣 放下来竟然有这样的操作 原来是放下来让你放行李箱 或者坐下穿拖鞋 我们就去了茶几位 大家可以看到茶几位 有很多免费的饮品和零食 它的櫃也有小条门 就是按按压式的 不是普通那种 就这样拉开出来 除了水杯之外 它还提高水煲 这个水煲也很新正 因为这家酒店是新开的 走走走走 又让我们发现有玄机了 没错 按一按就可以变成书桌 或者电脑桌 十分方便 它旁边有茶几位和收发仔 大家可以看到 近窗边的阳光充足 吸光度也很高 它这些小灯还有不同模式的灯光 可以选择 除了这些之外 冷气机也是轻触式的 你可以看到 房型大概就是这样的 房间的大小也是这样的 又有玄机 超有趣 竟然有个小米电子绑 你吃多了也不怕 因为你可以随时放充 它其他所有鬼筒 都是这些按压式的鬼筒 来到大家最期待的厕所环节 到底是什么东东呢 大家马上看看 没错 就是我深深念念的智能马桶 日式马桶 可以暖粒粒去厕所 还有不同的冲洗模式 超棒超棒 猜不到这里也有 你可以看到它的浴室 也挺清淡 它的设计真的别有一番风味 它的沐浴露也有点 有点厉害 它竟然有分到日浴和夜浴 这两种被人选择 它花光的力度也很足够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牙膏套装和护肤套装 它的护肤套装也是自家品牌出现的 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竟然有自家品牌的护肤套装 它除了洗面奶 还有body lotion等等 转过头 让我们看到一个大陆版的Dyson 它的风筒真的很好用 转过头又看到一块拆鞋布 超级有趣 这些大陆品种的产品 如果你们用过 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找到一块浴袍 浴袍很贴心地写了是耳消毒 而且它的质地也挺厚 我们可以用了QRQ 看餐厅的资料 到底它开几点和里面有些什么呢 哇 竟然我们发现了一个高级智能小玩意 哇 这个机器很智能 客观 您可以用语音开关灯哦 试试看吧 打开桶灯 好的 已为您打开桶灯 小军小军 开音乐 看来我还需要去学习一下 等我学会了再来告诉你哦 播放音乐 小军小军 播放音乐 来享受这美妙的音乐吧 小军小军 大声一点 平约中의小军小军 cool 实在是很严讱 神еть 我真的很了不起 大家都不會小看這張小卡紙 這張小卡紙已經列明了 到底聲控功能有什麼包了呢 即是你可以用小君幫你聲控 做以上這些東西 就是叫前台、教燈光、冷氣機、電視和窗簾的 超級厲害 現在就出發探索一下其他酒店的設施 我們就上到14樓 看到左邊有個酒櫃 來到這個紙手室的地方 就可以來溫習 也有個免費街霸機 小朋友都可以玩 還有很多不同的藝術品 又有一個大品像在這裡 躺下了 還有個免費美甲的地方 除了免費美甲之外 還可以免費使用健身室 健身室的設施都可以 除了這些還有關洗衣機的功能 都是自助免費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區域很大 還有一個沙發 它的設施都很時尚 一定是有設計過的 我就稱這個區域為藝民 稱RELAX區 因為你隨便拿本雜誌也可以打卡 我們玩完之後 我們就上房間休息 嘩 超級恐怖 因為無緣無故有人按門鐘叫我開門 嘩 機器人送到門口 嘩 好天上 嘩 好天上 嘩 那我們坐定定看電視的時候 又被他經驗到了 當我按服務鍵的時候 竟然有超級多的智能服務選項 好瘋啊 他竟然有客服送禮 清潔打掃 餐廳 客房維修等等 這麼多選擇 應有盡有 你可以按每一個進去 你可以看到相關的服務和服務 洗衣機才瘋 你可以看到洗衣機到底有沒有人在用 幾多分鐘是結束 你什麼時候可以用 嘩 真的令我金拜下風 佩服佩服 科技進展真的很厲害 嘩 口未完 沖沖下涼 看到鏡子有兩盞燈 好奇我按下去 嘩 武器真的即時不見了 神經病 好像多拉伊夢的法寶一樣 洗完澡也忍不住去打卡 這個位置打卡一流 坐得很舒服 晚上的房景更優美 不知為什麼晚上拍進去的房間 比較漂亮和輕鬆很多 可能是燈光融合了的關係 那我們就入睡了 睡醒出發 我們最期待的自助晚餐 登登登登登 立刻和大家開箱 為了吃這個頭膽湯 我們7點左右已經去到餐廳了 哈哈 果然不會令我們失望 頭盤超級多豐富 沙律有很多選擇 可以自己做 還有西式的穀物 還有很多水果 完全是頭膽喝湯的必選 還有這些即叫即正的腸粉 拉絲腸粉 超級吸引 還有甜品專區 還有水果汁等等 空培區也超多選擇 粉麵區也是即叫即正的 你可以看到粉麵也有很多配搭 真的喝不住讚嘆 又有粥 又有蛋 又有蕃薯 蛋最有幾種 有茶葉蛋 去點心區才瘋 我以為點心全部一樣 怎知籠籠都不同 熟食區也有很多選擇 有蔬菜 大家可以看到 不怕飽 怕你們不夠飽 又有粥粉麵飯 哇 正 還有這個美景 超舒服 未吃我來了 這個我們就是第一回合的美食 我們就拿了這些小小的頭盆 一會兒陸續有你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拿了小小的東西 一會兒再按摩 一會兒再叫 你看到 這個區域就是7點的景觀 果然 沒說錯 8點半就立即開始多人了 人山人海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視影超好人 問我們喝不喝早餐茶 他即時幫我們沖 說這麼快 我們馬上再來第二回合 打卡真的一流 甜品豆醬 吃飽送人 還可以免費延遲 check out 等車的時候 還有一些藝術品 跟我們一起等車 陪伴感悶悶 不怕自己一個 慢慢等車 等等 來到大家最關心的視看 到底住一晚酒店 多少錢呢 這間智能酒店這麼正 一晚只需要人均三百多元 就包了自助早餐 下午茶 茶几零食 還有免費的街坝打機 還有免費的自助美甲 免費的延遲 check out 還有免費的洗衣機和干衣機工人 真的很OK Trip.com和旅行社都可以預訂 K-Lock還有一些旅行社的套票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就是我從Trip.com 獲得出來的價錢 還有它大概的細節 到底包了些什麼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問經理拿一下長城 這個就是我的小終結 我真的很喜歡這間智能酒店 令到我大開眼界 它的性價比超級高 我完全覺得是五星級酒店的得數 十二點就可以入住 還包了兩餐 自助早餐和下午茶 自助早餐還是無限時 可以吃到七點 由七點吃到十點 吃到你不用吃午餐都可以 它的環境不用說 因為它是新開張的 它的設施十分乾淨和十分新淨 它的衛生情況也是很OK的 洗手間都夠大 還有分了日浴和夜浴的沐浴露 十分貼心 它的智能住宿新奇有趣 實用性很高 令到我真的很有這個新鮮感 它完全是帶領到智能住宿 我覺得是一個未來的新趨勢 完全令到我再次入住的機會是十分之高 來一個重磅的預告 到底怎樣瘋狂玩過前海 下集再見 下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怎樣在前海玩足兩天一夜 就是這樣 今集就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影片 歡迎大家讚好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多點分享給朋友 留言告訴我 到底我有什麼做得好 還有有什麼做得不好 或者大家想我去什麼地方 大家記得歡迎留言告訴我 拜拜